原标题 阴彩儿爸爸善外孙学写母字 还让Jasper好好写 因为他不好惹 很多人都很喜欢阴彩儿 因为他很有梗 能说会道 表情包超多 综艺感很强 而且说着说着就笑了 很能光 所以大家也会跟着笑 是观众们的欢乐源泉 但是英彩儿这么开朗 这么幽默不是没有原因的 看过英彩儿爸爸的日常动态 我们就知道了 也是个非常幽默搞笑的人 所以这是家庭教育的结果 英彩儿的爸爸很疼 Jasper这个小外孙 陈小春和英彩儿 因为工作的特殊性 没有办法每天都回家照顾到孩子 所以经常都是外公外婆负责照顾 气得在爸爸去哪儿节目当中 陈小春就问Jasper在家里最喜欢谁最亲谁的话 Jasper先说的不是爸爸妈妈 而是公共婆婆 对于很多人来说 对朝夕相处养自己的人 远比生自己的人更有感情 之前陈小春和Jasper一起录制 爸爸去哪儿 第六季的时候来到了四川道成 因为海拔特别高 公共婆婆也跟着一起去照顾小小春了 而且祖孙三人还在一起打麻将 很是可爱 看外公这爽朗的笑容 就知道 他有多么的和蔼可亲了吧 因为和Jasper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 所以外公也时不时的会分享一部Jasper的萌照 文案总是那么幽幽 12月7日正值大雪节气 外公又突然发福利 分享了Jasper的近照 跟说道 今天大雪 一吃红肉 喝红枣茶以去体寒 更以乖乖写家庭作业 今天学的字是母 可要认真一点 他可不是好惹的七十英才儿 只是一名真名叫丁文 实际上是姓丁 所以外公的网名叫丁爸也是英爸 不过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爸爸真是太了解女儿了 知道女儿是个急脾气 有话就说 绝对不会让自己吃亏的人 所以公开调侃他不好惹 真是很可爱了 估计英才儿又要笑得停不下来了 照片中Jasper穿着蓝色长袖 在宽敞的桌面上练习写字 写母亲的母字 务比的姿势很正确 模样也非常认真 嘴型更是搞笑 好像生怕写错了似的 Jasper的睫毛又浓又米 十分强健 长得比春哥好看多了 说到春哥 估计下次写副字 外公也会教育他 好好信他可不是好惹的 前不久 Jasper求报报的视频 上了热搜春哥 走起路来霸气侧漏 Jasper连走带跑求报报 没想到春哥连看都不看一眼 就把他往外转